总球 总球 什么事啊 官客人买了两斤牛奶 来加工 哇 牛奶啊 牛奶当然配萝卜了 东吃萝卜 下吃姜 来 萝卜牛奶 首先这个牛奶 我们冷水下锅 下点米酒 尽量飞透一点再切哦 如果你没有飞水切的话 会不均匀的哦 来 我们倒出来泡水 来 去切块 倒了凉拿去切块 好 OK 总球 我切好快的 哎 今天手脚挺快啊 来 把锅烧热了 滑一下锅 下入姜块 炸一下 再下入干葱头 它的有少许焦黄了 就倒出来备用 下入牛奶 给它铲香哦 铲了有少许的焦香之后 倒出来 下入明油 刚才炸好的料头放下去 再下入我们的酱料 有辣椒酱 猪猴酱 海鲜酱 妇乳 先给它推香哦 下入我们的牛奶 给它炒香呢 炒香了之后 搭点辣椒干 来点八角 香叶 炒果 不要太多 下点米酒 水呢 没过这个牛奶就好了 不要太多 放入几块冰糖 再调味 味精 鸡粉 13香 为了节省时间啊 我们倒入高压锅 盖上盖子 中小火压15分钟 做菜我们要会随机应变啊 这是客人拿过来加工的 如果我们放在炉台里面焖的话 起码要焖一个小时 放进高压锅呢 15分钟就搞定 趁着这个功夫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用的APP 有旧手机的 可以放在转转上面 还能卖个好价钱 这款手机上架一个小时不到 就卖出了3000多块钱 比吉他平台还高了几百块钱哦 这是我们压了10分钟的哦 哇 我们冲冷水 打开盖 这是我们压了10分钟的效果哦 嗯 好冷香啊 这个萝卜一定要滚刀切哦 然后我们把萝卜倒下去 盖上盖子 继续压5分钟 这个我们已经压了15分钟了 总时长15分钟 哇 这个气 喷出来都是香的 上头啊 然后我们再冲冷把它打开 开高压锅一定要冲到它够冷了 再把它打开哦 这样才不会爆哦 你看 这样出来了 哇 萝卜软烂 入味 真香 我们把这个萝卜挑出来哦 再把这些药材挑出来哦 不然一口下去哦 我们再倒到锅里面 收收那个汁哦 收汁的过程中加一点花生酱 加入一点点蒜苗 再抠一点生粉芡 来点香油 洗锅 里面下一点蒜苗电底哦 萝卜先倒下去 再把牛奶倒上去 抠锅里面 比生配了吗 谢谢观看